大家好 欢迎来到《圣经征读》 今次我们读到诗篇第119篇 我们去到最后的了 就是读到第22段 诗人就好像亡羊走迷路 求神寻找他 去到169至176节 我们一起看 我的字母就来到这一个 约起百来字母 我们读到169至176 是最后的了 看中文了 诗篇119篇169 耶活说 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 照你的话赐我吾性 愿我恳求达到你面前 照你的话答救我 愿我的嘴发出赞你的话 因你将律例教训我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 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 愿你用手帮助我 因我拣选了你的分次 耶活说 我切勿你的救恩 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 愿我的生命存活 得以赞美你 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我如亡羊走迷路 求你尋找博人 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 好了 去到第22段 荣耀归避散 169至176节 第一部分 愿呼吁到神面前 第一点 慈给吾性 第二点 神的恳求 第三点 主话答救 第二部分 愿嘴发出赞美 第一点 讲解主话 第二点 命令公义 第三点 简选分辞 第三部分 愿圣命得传活 第一点 切勿救恩 第二点 喜爱律法 第三点 主尋亡阳 好了 我们读到第22段 最后 是169至176节 题目是 愿羊走迷 求神尋找 默释心通 这一段 是这一篇 最后的一段 所以诗人更加狠切地祈求 他好像已经进入至圣所里面 在那里 跟圣热的神相交 看到神的荣耀 就更加觉得自己是亏欠 人越去读神的话 就越知道神自己心里的败坏 需要神的拯救 这一段 头四节 就是完全稀白来文的诗词 他们写诗通常会用重复的话 愿我呼吁 愿我恳求 我的嘴 我的舌 是用来表达 诗人的心意的 这一段 是以最沉重的话 做这一篇 的结论 曾经用六次 用愿 这个字 来表达他心里面 最深的心愿 有两次向神求 照你的话 次级所求的 这个是根据神的约 和应许你向神求 神最欢喜人的祈祷 他又进一步向神表示自己的心 说明 第一 他拣选神的分词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甘心乐意的 第二点 他心里面 切勿神的救恩 而这个逼切的请求 为了要表示他心里面最急需的 他对神的律法 有喜爱的情绪 这个就证明他的心 和神的心 有最亲密的契合和关系 第四 没了的心愿 就是以赞你神 为生活的目的 人生在世 没有比这个更高尚的目的 神做人 正正是为这个的缘故 人有了这样的心智 就令到神心满足了 人若果能够满足神的心 自己的心里面也必得着属天的快乐 没了是诗人谦卑以靠神的话 诗人说 他如亡羊走迷路 求神尋找他 其实神早就尋找世人 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都偏走几路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 问题 不是神肯不肯去寻找 而是我们肯不肯被那个大目掌找得到 带回去羊圈里面 到这里 都是暴宗杰诗篇的注解 好了我们就读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